季小兰 大人升堂 传你上去 是不是要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 你显得倒霉 我看大人一升堂 亲子打板子 中了吧 冲军 送你到新疆去种树 朱伯批 你可千万不要吓唬我 我是个书生 书生胆子小 吓你 走吧 记得烟袋 要是打板子 我要亲自打 不打得你屁股开花啊 我那猪子 我倒过来写 把猪倒过来 那还是猪啊 记上来 你忘了 你让我钻桌子那当个事了吧 这么好玩的事 我怎么会给他忘的呢 好玩 要是怕你冲了军 我让你把全城客栈的桌子 钻个遍 朱伯批啊 这个钻桌子的 它是猪 人是不会钻桌子的 走吧 走走走走走 走 朱伯批啊 你把手伸出来 干嘛 挥了我 给你留个念想 季晓岚 你 知不得啊 我给你留着 为你留着 喜禀大人 季晓岚带到 这公堂之上咱们又见面了啊 季晓岚你 少来这套 季晓岚 跪下 大人让你跪下呢 你聋了 说什么呢 我没聋 她聋了 季晓岚 大人让你跪下呢 放肆 你不就是季晓岚吗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我不是季晓岚 季晓岚是你身边那位 她才是季晓岚呢 放肆 顽固不患 再不跪我可就要打了 可以打 我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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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站着 站着 就站着 大人 这 站着 就让她站着吧 来啊 带圆盖 先生 晓岳 好样 先生 我给你脚都取鲜了 我知道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一堂了 公堂之上不许私语 杜晓岚 杜晓岳 你这次又告谁啊 告她 她是假的和珅 把你们都骗了 荒唐 本案是一清二楚 嗯 这是何大人 你竟敢颠倒灰白 我已经找到证人了 你问了证人你就明白了 证人 对啊 证人一定是你收买的 不算数 不算数 你这是个婚官 诶诶 堂堂刘大人 居然不敢见证人 这真太可笑了吧 啊 我 我怕见证人 呵呵呵 来啊 带证人 带证人 大人 我们看这证人 有三条路逼 他们是有辈而来 大人小心的 呵呵呵 何大人就是何大人 任何证人都不算数 何大人 你放心 不管什么证人 我都让他受了一证 哎呀 这个证人恐怕非同小可 啊 大人 就是这小子 他跟杜小月 本来就是一伙儿的 呵呵呵 本府早就料到这一天了 呵呵 大人 您怎么站着 我习惯于站着 哎 大人 您站着 下官 都好审安 那那那那您也得站起来 啊 站起来 嗯 嗯 你说 叫什么名字 啊 许仙 不依许仙 许仙 呵呵呵 听得li这个名字 就不是个善良我呗 你看过摆舌传没有啊 划海才是坏人 居宰是好人 嗯 你们本来就是一丘之和 竟敢前来作伪政 该当何罪 哎哎哎哎 刘大人 按照当朝律法 证人和被告要当糖对质 律法有我裁定 这一条不算数 那我朝野有这样的官 你这个狗官 大人 您要不要和这些许仙当堂对证啊 那要看许先生的意思了 不妨对质 那就对对对 大人 对 对呀 真大人假证人谁怕谁呀 对对对 快去快去 呦 你不是小季吗 小季 小 你不是季晓岚吗 我们一块去赶考功名 你考中了我落榜 大人不得无礼 那你到底是不是季晓岚哪 我是 你说大声点 这谁听得见哪 你到底是谁 我是季晓岚 季晓岚 他 他 是 季先生 许仙会巫术 巫术 对呀 你看他一释法 和珅自己都迷惑了 何大人 这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 这个 我替他说了吧 他就是季晓岚 跑到燕城来冒充和珅行骗 可能吗 可能 可能 可能啊 可能 对 我就是季晓岚 我 我混账 我不是东西 我冒充和珅 我罪该万死 我该下十八层第一 先生 他在骂你 我早晚能骂回来 大人 胡康安大人情婚作证 您忘了 对呀 钦差大人福康安 亲口作证 说这位才是何大人呢 与你所言 恰恰相反了 福康安 嘴上眉毛半事不劳 满嘴着胡言乱语 小姬啊 你是花了钱买通了他 是不是 是 黄 黄天在上天地良心 川师给了我不少钱 不少钱 这才答应为我做伪证 那小姬你说说 哪一位才是真正的和珅呢 和珅 何大人 请吧 何大人 叫你呢 去吧 何大人叫你呢 何大人去去去 我说你呀 知错就改 还不算蠢 对对对对 我记下来段子绝孙 这 这到底谁是真的呀 小姬啊 那大印在谁手上呢 大印 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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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我给您捧一 去去去一边待着去 何大人上去审安子吧 这个狗官真不要脸 狗皮太厚了 就是 就是 大人您请坐 去去去 下边听审去 你也下去下去 季大人 季大人 您就在这站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